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亲爱的全国投票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到 那这个行情就是每天一创新高 那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真的有赚到钱的朋友 一定很喜欢这种行情 那现在的行情 我大概解释给各位一个听 叫做慢动作 三个字叫慢动作 慢动作的格局呢 那么怎么样来赚到它的钱 重点就在于我们的策略 我觉得现在这个盘子 完全是为了我们设计的 周周目标20万 为什么呢 我解释给各位听 那我们说这个行情 如果从9000公到1万 大涨你喜不喜欢 你一定很喜欢 很多人喜欢大涨 我不喜欢 为什么 投资朋友为什么 解释给各位听 9000点涨到1万点 那1000点空间 假设今天涨300 明天涨300 后天再涨300点 扣官9999 看哪1万点 只花三天 投资朋友你可以赚多少钱 你赚不了多少钱 有的人就说老师怎么可能赚不了多少钱 我说他 我全部300万资金重压一档股票 怎么可能赚不到钱 一定赚得到啊 假设你神准无比 跟我们一样 三根掌停跳上去 那要怎么样 你才赚三根 300万的10% 30万 三天算你100好不好 也不过100啊 这样怎么会多 换一种格局 听好 假如一天涨20点 涨50天涨1000点 你喜不喜欢 我爱死了 为什么 你有50天 你有50天 你不是三天 假设这50天里面 你抓到10根涨停 你只要5天抓1根 一个礼拜有1根就好了 你赚几根 你赚10根涨停 所以慢好还是快好 当然是慢好 你没想过对不对 因为投资朋友们 告诉我为什么 大部分的人喜欢大涨 有feel 真正会做股票的人 喜欢慢涨 有赚头 我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种 所以你问我说 涨20点好不好 拍案叫绝 当然好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说 会做跟不会做的差别 你们投资就是 像我们的观众 说 蔡老师看你的节目 为什么每天都感觉到 生生不息 好像这个日出东方啊 就像遭阳一样 看到这个有的节目 感觉就是奄奄一息 那当然不一样啊 对不对 我说我们铁口直断三大断义 这应该没有人在讲英国脱欧了吧 现在应该没有人在讲了吗 现在没有人在讲了吧 没有人在讲了 为什么 因为发现假的嘛 就没有用了 你到底不是说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于金融市场发生的影响是假的 那原因是什么 慢动作啊 它的长远影响 可能要在三到五年以后才发生 但是你的输赢 在三个小时之内就要定胜负 那你怎么会把三到五年之后 才会发生的事情 才会产生的影响 哪来当作你今天 三到五个小时之内 要定胜负输赢的原因跟依据呢 所以根本就是假的啊 这大概只有我当时这样讲 那现在当然就没有人讲了嘛 为什么 不好意思在讲了啊 已经被戳破了嘛 就对行情根本就 完全没有影响嘛 下湾长达一年的年限 七月要翻阳 对不对 也验证啦 240天均线 你自己看 越过一万点 我下一个目标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你长得越慢越好 有的人说 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分析 叫做什么你知道 说如果外资买了一千亿 就可以涨 比方说五百点 假设这样子 那 外资再买两千亿 可是竟然只有涨一百点 就表示买不动了 要掉下去了 这逻辑你相不相信 这逻辑是对的吗 我的妈呀 你该不会真的相信吧 难道你的股票不会涨啊 我告诉你 原因出在哪边 你知道 我告诉你这整个谬误在哪边 首先第一个 你的输印不是在指数 指数就算掉下来你的股票也不会掉 因为你买的是刚起涨的股票 所以这个问题它自始至终 它根本就不存在 那第二个 我们再深入探讨 就算跟指数真的有关好了 买千亿只涨五百点 再买两千亿只涨一百点 所以呢 它已经买不动了 好 就算它买不动了 so what 跌回来又怎么样 跌一百点 跌两百点 跌三百点 或是说市场上有人跟你讲说啊 这里呢 拉高是为了结算 小心结算以后 见高点出现转折性拉回 哇 讲得跟神一样 对不对 你相信了吗 对不对 就算是真的 真的给你拉回 那又怎么样 拉回多少 一百点 两百点 三百点 我送你好不好 拉回又怎么样 拉回怎么样 两百点还是一百点 还是这边拉回来 送你啊 拉回还是有股票在涨啊 你不能因为指数在跌 你就给你自己一个理由跟借口 说我的股票不会涨 那代表是你股票选错了 不是因为大盘在拉回啊 拉回好不好 拉回当然好啊 为什么 因为拉回股票可以涨得更慢啊 我哦 我告诉各位哦 这一波以来没有赚到钱的人 真的 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仰啊 如果你有传统上 华人地区是佛教跟道教最多嘛 对不对 你就上个乡 祈求保佑 那你如果是基督教教友 对不对 你就求个天主保佑 你如果是穆斯林的朋友 对不对 你也求求你的真主 希望这个盘赶快拉回 你再不拉回 你们那边没有赚到钱的人 你到底该怎么办啊 你知道这一波很多人被嘎空手的 有多可怜你知道吗 看着人家每天一直赚二十万四十万六十万八十万一百万 人家天天都在数钱 你知道看人家赚钱那种感觉有多糟糕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两个字拼了 拼了跟我讲一次 拼了 盘不用解了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如果拉回怎么办 那你就谢神了 谢天谢地谢你的神 谢谢神让你拉回 你再不拉回你真的 你怎么上车我问你 对不对 我很简单一个道理 每一档股票 它都有每一个时间做表现 每个礼拜都会有刚起涨的股票 你根本就不要去管大盘会不会拉回 你只要每个礼拜找刚刚起涨的那档股票 你就没有最高的问题 这就是周周二十万 一年一千万目标的最高境界 好那林董来问我 正好我应该周周二十万吗 我看一下他持股三千多万 我跟他说林董你应该月月两百万 合不合理 三百万的资金周周二十万 三千万的资金你当然月月两百万 那林董他生意做得好 台商嘛 那老婆娶得好 儿子生得好 什么都好 他就是做股票不好 他每次跟他们那个俱乐部一个 王董比起来 王董他什么都不会做 王董讲股票都讲不赢林董 王董说我也不会出股票啊 我就三个族群股王各买一档 对不对 就他们买金华光学嘛 然后那个大力光 还有一个是传产买哪一支 我不知道卢宏还是 还是 今年 不知道 第三档股票好像是 我就不知道 最近 那 哦那个啦 维森啦 他第三档是维森 然后那个 就三个股王这样买 赚翻了嘛 这几年 每次林董跟他比都输他 气死了 林董看到自己小儿子做股票 哇做得不错 才一百多万资金 月月那个周周二十万问他怎么做 他叫来看我的节目 林董一看 正中下怀 他说只要有蔡老师帮我 我一定可以把那个王董干掉 他找我说怎么办 我看一看他的肢股 你只要一个月乖乖的赚两百万 一年就有两千多万 是不是就可以赢王董 他说对啊 当然赢啊 远远超越啊 所以你这个月的目标应该是两百万 我问林董说对不对 林董说没错啊 我说好既然如此有达你现在下去给我买一千张 没错吧 有达一千张嘛 内外盘都很大嘛 有达一千张很简单啊 有没有 来看一下电脑 内外盘都四千张给你买 只怕你不敢买不怕你买不到 两千张也OK 三千张试价几笔单打一打 499打个六次 OK的 三千张就回来了 动都不会动一下 他说好吧蔡老师既然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嘛 抓7% 在这个月之内 你有达只要能够涨7% 你塞一千万的资金进去 对不对 OK嘛 好 我们来看到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算数了 假设你三千万的资金花三分之一 买在11块 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可以达两百万的目标 会不会算 一千张 答案很简单 两块钱价差 11涨到13 你就有两百万了 这就我目标 对不对 难不难 有人就说啊 老师那大型股我不买啦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框框 那我振华是没有 不管你认同不认同 赞成或反对 反正我就是叫林同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 你三千万的资金 要能够一瞬间买进去 一瞬间出的来 你的股票一定就是要够大支 如果你这个也不肯那个也不要 只代表一件事气吐心不够 就你对于钱的那个渴望 还没有到那边 今天我们来看看有达到那边 再创新高 你自己看哦 投资朋友们 12块2毛5了 还差7毛 只要起码敲钟一辆 只要13块一让你见到三字头 200万达成 我不相信 我告诉你每个月都会有一档主流 今年很明显就有打 这个月很明显就有打 那我昨天跟各位说过 AR还有一档 对不对 扩充实境 王小姐昨天一买进去就涨停 今天呢 3167的大量 那扩充实境是这样子的 现在因为大家在找那个Pokemon的概念股 那第一时间涨的是GPS 那当然你只要能够赚到钱我都OK 至于你到底能不能够受贿 那是后续的事情 如果你够冷静的话 坦白讲一句话 能够玩那个游戏的手机不可能没有GPS 我想这句话合理吧 你的手机如果能够玩那个游戏 你不可能没有GPS 因为你如果没有GPS的话 你根本就不可能有Google Mate在你的手机里面 对不对 要定位的话 你的手机只要能够用Google Mate 你一定是有GPS 所以你说那个手机大家去下载 会再造就GPS的销售量 我觉得我 我没有办法 你冷静下 那你自己想想看有没有可能 除非对不对 你其他的载具比方说手表或什么 也可以玩这个游戏 对不对 那你日后要加GPS 这合理 这样就合理 你纯粹要说你手机里面要再加一GPS 完全不合理 所以实际上我们来讲 就是说我常讲 T宰股中的是气势 只要你赚到钱我觉得都OK 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哪一天弯头的时候你自己注意 那我们来讲 大量的话它就是AR真正受惠的股票 所以昨天买第一根的时候 王王姐说 下次我们买这一支 真的是对的吗 我说你明天看你就知道 今天直接跳空涨停 我昨天如果没有跟你讲 AR还有这一档 那另当别论 今天我是既然跟全国预告公开的东西 你就要佩服我们的确是厉害 没话说吧 跳空涨停一路到最后 昨天跟我买的朋友 哪一个今天不是笑呵呵 你昨天买的资金只要超过300万 今天10%上去一天达成 是不是下架这样 所以你说我喜欢哪一种 我喜欢天天都是这样子啊 涨涨跌跌 对不对 昨天买的股票今天跳空 昨天一买的股票今天就跳空 如果换错是你 周周二十是不是可以达成 所以行情不是让你在那边分析讲半天 你要看看 为什么大量在上购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抓到 这第一点 对不对 第二点就是说 当你看到我们的绩效以后 你就会延伸一个念头 夏老师 我相信你的概念 那么这样子好了 我来找你做看看 可是我来找你的时候 你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帮助 很简单啊 不是买以前的股票 一定给你一档新的啊 我觉得这样才合理 不是说我在讲一档股票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涨那么多了 像我们讲那个秘密武器 它今天从那个低档翻上来翻红 还没结束哦 好戏才刚开罗哦 我告诉你 红升第二嘛 我今天不给你看线图了 真的 因为我每次一讲 隔天都开好高 对不对 我就故意让你们冷却 你看它今天尾盘发散 那是死买盘 好题外话 我们先继续回到今天的朋友 因为当你昨天打电话进来 今天你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对不对 像你昨天可能从高雄 台中 嘉义 台北 北投 永和 中和 中山区 古亭 你从任何一个地方打电话来给我 你想要得到帮助是 我想要赚钱 我不要落对 我不要看那个大盘一直往上攻 一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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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九千一九千二九千三 万一上到万点 我还是没有赚到钱 我不要做这种事 我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看坏看坏一直被嘎 一直被嘎空手 我受不了 我一直研究基本面 结果基本面赚不到钱 我受不了 我现在就要进场 我也想试试看 这个礼拜赚到二十万的滋味 所以你来找我 对不对 周先生就是这样啊 二话不说 今天早上全部买宣德 这个几个重点 第一个平盘买不买得到 买得到嘛 第二个量够不够 够嘛 六千多张还不够 你要几张才够啊 三十块的股票 你高达六千多张的量 很显然的 至少有一百个朋友 我们带得进去吗 一定带进去啦 一定带得进去啦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三十块的股票 你三百万买一百张嘛 对啊一百张啊 应带进去啦 那十个朋友也不过才一千张嘛 对不对 所以十个朋友我们看到 一定带得进去啦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如果说你要更多的盆 那你就要分好几天 不过今天来讲的话 十个绝对是没有问题啊 那早上我们来看到这个 进场以后 咦 功到长停 功到长停 那尾巴好像差一点点 没有 没有那个 锁上 不过不重要 它是在关键的价位 出现了一根带亮的换手 然后再长上去 如果是呈现一个亮缩 背离得上 就代表开始洗手了 Tab C的题材 去年发酵了 不过今年来讲的话 还没有人真正长过 我想宣德有可能是第一支 那几个条件就是说 你看 我讲的概念 题材一定都是新的 股票也是新的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就你的贵人了 天下又或何其多 头顾老师的节目绝对不止一个 还有这么多财经节目 网路部落客 网路写手 还有杂志报纸一大堆 对不对 天下又或何其多 每个人都说自己厉害 我没有在这边跟各位讲说 我们在这里 装模作样 我的爸爸是谁 我认识谁 我有什么县 那我是什么法人 那我是什么 什么哪里学校毕业的 对不对 什么长春城联盟 我拿到美国 什么 我告诉你 来股市不是讲这个 来股市不是讲这个 来股市很简单 就是讲吉小硬碰硬的 讲谁能够在今天早上带你买宣德 就是我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我就是你的贵人 因为我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 这一次的388活动 好好把握 我们中秋节开始起转 先进一段广告稍微加回来 口痛 请用御分珠 吹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好 było 好 Ba 好 好 好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叢儿 叢儿 七 七 七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这个反甲 那这一波无疑的 毫无疑问最强的就是这一档 那这一次我们来看到进场了以后 你当时如果买在46块半的话 轻而易举可以看得到 不但是连拉三根长红 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今天呢 再创新高 用电脑来看的话 对不对 再创新高嘛 那如果说你用格局上去算的话 我会知道重点在哪边 你当时46的价格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哪边 你可以看到最高已经来到59块多了 也就是说一张的价差其实已经超过1万块 40张就是40万啦 所以我觉得做股票就是回到最单纯 每个礼拜只要找到一档股票 它有7% 一个礼拜就是20万 股票不要复杂 不要讲春秋大梦 不要动不动就讲美国 讲日本 讲 MSCI 讲外资期货多空单 讲选择权 讲 FED 利率政策 讲什么时候升息 讲台币到哪边讲 就是有时候你把那个 焦点模糊掉 焦点模糊 你应该聚焦啦 那些东西你可以放在心中 但是你最终答案一定就是聚焦 你心中只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买什么股票 用300万下去可以赚20万回来 你最终就是这个问题 其他的通通都是次要的 每个礼拜都有 不可能没有 对不对 这就是反假的启示啊 那最近旺猴很强 当然很简单啦 就是Pokemon那个 任天堂的那个游戏 那我们刚也说过 AR 扩充实境的题材 国内其实还是有一些 那包括GPS其实还在烧 不过这些股票 有一些是概念 什么样的股票是真正有机会 收回到营收的 对不对 日后可能就会开始发酵 商场股票数字 数字干嘛的 数字就是有很多网站 你那种买房买车一大堆 可是重点在于哪里 你知道吗 这一家公司5287的数字 它有一个网站是 8591保物交易网 你要是有兴趣 你回去自己看一下 8591的保物交易网 已经有人开始在卖账号 以后可能会拿来卖保物 所以它才是真正完全受惠 能够有营收进来的一家公司 对不对 卖保物啊 皮卡丘要变雷丘要吃十只 你怎么可能练到十只 就跟神魔一样啊 转神魔的时候 你那卡片用不到 到最后都直接买账号 我跟各位讲都是一样 我身受 我功逢其胜 好不好 我也曾经这样过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以后玩到最后 这家公司会很热 现在还在低档 没有人知道 你自己好好去思考 它不是没有营收或赚钱的公司 人家去年十二块多 仔细看哦 而且外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一路大买 这不是跟当时金华一样吗 金华当时九百多 跌到两百多 跌破三百块 大家都说这家公司完蛋 结果外资一路大买 硬是把它大赚回来 从不到三百块涨到八百 一张可以赚五十万 我的天啊 十张叫做五百万 五百万 你今年要是跟王董一样 有五百万 你日子就好过了 对不对 股票这么多人发财 何必万谈呢 来找我 我就是你的贵人 来 瑞传 这个形态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八根K线里面 六根是红K棒 红K棒越多 代表力道越强 那我们来看星际 我们今天星际出了 早上还不是拉涨停吗 我们把它出 为什么 因为已经达成目标了 反正你只是要二十 第一时间点来到前高 工高不过 我们把它出掉 对不对 达成你自己的二十万 那够了 那我们来看到沁腾 明天如果开放正常交易的话 那因为它是融券最后回补日 大家要小心一点 有的时候融券回补日 会见到一个短线的高点 那我们这些都不追了 甚至于有一些我们前面的股票 采用获利卖出的原则 为什么呢 我要把钱拿回来买下一档 对不对 绝对都找底部起涨 底部起涨的你抱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而且底部起涨前面三根长得最凶 你超过三根以上就开始越来越慢 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包括今天在内 好棒的宣得 好开心的大量 那么没有做到这些股票的朋友 你的记忆 赶快加把进来 那我可以帮你 因为我说中秋节开始主要 388的活动 不要388 天哪 我真的是你的好朋友 但是呢 同学们 明天 尊实 带你去旁边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你记听 唱起听无分之财务 无分之财务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和 现在就换